新闻的热点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2月28号 现在是下午3点 我们是严小宁 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网约车的消息 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 在国心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前期进驻调查的8家网约车企业 目前正在整改 网约车规范化的进展比较顺利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晓明介绍 去年顺风车多次发生恶性安全事件后 交通运输部协同相关部门 组成网约车顺风车安全专项检查组 进驻了滴滴出行 首期约车等8家网约车顺风车企业 开展了联合安全专项检查 通过检查对每家企业指出了 安全服务等方面的问题 也提出了整改要求 目前这8家平台企业 也就相应问题提出了整改方案 并且在网上向社会进行了公示 这些整改工作都在进行之中 这些年的话应该说通过工作以后 网约车呢逐步进入了这个规范的轨道 那么从传国来看 目前已经有247个城市 发布了网约车规范发展的一些 具体的办法和意见 刘晓明表示 目前已有110多家网约车平台公司 获得了经营许可证 全国已经发放了网约车驾驶员证 68万本 车辆运输证45万本 今天上午 生态环境部介绍了2018年 水污染防治工作成效 数据显示 全国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部介绍 在开展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长江保护修复等多项整治行动后 2018年 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 同比提高3.1个百分点 达到71% 全国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6个重点城市 1062个黑臭水体中 95%消除或基本消除黑臭 实现攻坚战延度目标 据不完全统计 36个重点城市直接用于黑臭水体整治的投资 累计1140多亿 共建设污水管网将近2万公里 污水处理厂305座 新增日污水处理能力 1415万吨 这些工作就是通过攻坚战 湿打湿地上去了 所以有效整治了一大批黑臭水体 生态环境部介绍 下一步将以长江经济带和环渤海区域为重点 全面推进水污染防治行动 强化污染源整治也叫制污 制污这一块实际上有三项内容 就是园区的整治 长江经济在三菱的整治 还有盘五口的整治 主要以这三个为重点 到2020年 长江流域和环渤海入海河流 基本消除列武类国控端类 今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12月 我国的网名规模达到了8.29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59.6% 我手中拿的就是第43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从1997年开始 已经连续发布了22年 该报告是围绕着互联网的基础建设 个人应用 政务应用 产业技术 以及网络安全等方面 全面地反映出2018年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 报告显示 截至2018年12月 网名规模达8.29亿 全年新增网名5653万 互联网普及率达59.6% 较2017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 我国手机网名规模达8.17亿 全年新增手机网名6433万 其中月收入在2001到5000元的群体 占比最高为36.7%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8年12月 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6.48亿 用户使用率为78.2% 现在行业在不断地成熟 那么大家都在不断地争夺和发展新的优质资源 那么对优质资源的争夺 将是这个行业里面下一步的一个重点 此外相关负责人还表示 国家网信办持续推进网络生态专项整治 近两月以累计清理涉网络生态问题的 有害信息4437万余条 注销违法违规账号49万余个 关闭取消备案网站1462家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量和均价 都呈现出了快速的增长 2017年全国2700多家院校机构 共达成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 达到了121亿元 同比增长了66% 2017年全国2766家研究开发机构 高等院校以转让许可 作价投资方式 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 达121亿元同比增长66% 合同项数为9907项 同比增长34% 科技成果交易合同的均价 显著提高 转化平均合同金额为122万元 同比增长24% 不仅如此 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 总金额大幅增长超过47亿元 奖励人次和人均奖励金额 也是稳步提升 现金和股权奖励科研人员 6.2万人次 人均奖励金额7.6万元 同比增长近24% 科技创付效应进一步显现 从成果转化促进法修订案以后 各个操作层面的政策 也在不断地完善 这个是极大的激发了科技人员 包括成果转化 包括企业的创新的热情 给予更长远的 从不断地提高创新能力 能够使得有原创性的 引领性的颠覆性的技术 不断地远远不断地贡献出来 从成果转化的机构的服务的水平 专业化的能力方面 要不断地提高 眼下本该是江苏聚荣 五千多亩草莓 大量上市的日子 但是连绵的阴雨 却让草莓的产量上不去 价格因此居高不下 像我眼前的这一处草莓上 一共就有六颗已经结果了 而且每一颗都是沉甸甸的 我们刚才问了一下当地的果农 像这样的种植方式 大概亩产是在1500斤左右 而现在每一斤草莓的价格 是在25元 蜜蜂我们把它放在大棚里 因为我们草莓里面 冬天在大棚里面 它有花粉 所以我们它基本上 达到18到20度就出来 开始采的花粉 今年年前的收购价格时机 是比以往几个年头都高一点 一般高的幅度在一斤 应该在两到三块钱一斤 因为年前的时候 雨水天气比较多 所以量比较少 所以收购价偏高一点 今年就是我们百度草莓 这个种植长势也好 但是由于这个天气 次数婴宇 它成熟呢 这个摄天气影响 产量跟区列同期相比 要下降30%左右 价位呢 比区列同期呢 有一定的上涨 像这个高价草莓棚 一直稳定在50元 一斤左右 一般的这个普通棚呢 维持在这个 多么轻位置 还维持在25元左右 所以比区列同期呢 还要上涨20%左右 法国国家乳制品行业协会的代表 最近表示 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 导致的边境管制和物流延迟等问题 将对法国的乳制品出口 造成严重的破坏 随着英国3月29日正式脱欧日期临近 分析人士普遍担心 英国可能无协议脱欧 法国国家乳制品行业协会的代表人表示 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 与欧洲的所有贸易 都将按世界贸易组织条款进行 占欧盟出口总额16%的对英出口 将面临4.3%关税 另外对英贸易也存在重大的非关税壁垒 包括海关管制新的边境检查 特别是对食品和农产品的监管 而乳制品是极易腐败的产品 又非常依赖高效便捷的物流运输 上个月法国就已经启动应急计划 以应对英国无协议脱欧的挑战 数据显示 法国每年都有40%的酸奶和10%的奶酪 出口到英国 乳制品贸易顺差约为6亿欧元 据报道 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 脱欧给法国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 已接近40亿欧元 印度尼西亚抗灾署27号表示 印尼北苏拉威西省一矿区 26号晚间发生了山体滑坡事故 目前事故已经导致至少3人死亡 15人获救 另有60多人被埋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说 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26号晚9点左右 数十人正在北苏拉威西省一矿区 非法开采金矿时突然遭遇山体滑坡事故 救援人员称 在搜寻幸存者的过程中 探测到了明显的生命迹象 有呼救声从坍塌的矿井中传来 相信很多被埋人员还活着 速托波说 该金矿所在地区沿土松软 前期采矿人员留下的矿洞和采空区过多 是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目前由印尼抗灾署 当地搜救机构军警和志愿者组成的联合救援队 正在紧急展开搜救工作 印尼矿产资源丰富 但非法采矿行为猖獗 2014年10月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 一金矿区发生山体滑坡事故 造成至少18名矿工死亡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27号表示 美联储将很快宣布结束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计划安排 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停止缩表 鲍威尔当天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时表示 美联储内部已接近就完成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的计划 达成一致将很快宣布一些消息 美联储将对未来货币政策调整保持耐心 鲍威尔此前一天曾表示 美联储将根据经济和金融形势发展 调整缩表计划的细节 他认为从长期来看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将取决于对银行准备金等负债的需求 他预计加上缓冲资金后 未来美联储的银行准备金规模 可能在1万亿美元左右 低于目前约1.6万亿美元的水平 美联储将于3月19号至20号 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例会 鲍威尔的上述言论 令市场对美联储最早将于3月份 宣布结束缩表计划的预期迅速升温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8号联合发布数据 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49.2%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 俄罗斯总统网站27号公布的一份文件称 俄将于今年6月制定 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战略 根据这份清单 俄罗斯政府被责承在今年6月15号之前 制定出在人工智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